章话这里有民众明明是上网预约成功要打疫苗 但是还是打不到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他预约的诊所人太多了 这是诊所人员的疏失 当时没有确认造册的清单 直接先帮没有预约的民众就打疫苗 造成这个有预约的人反而是打不到 现在卫生局方面是出面道歉 要诊所照着流程打 而且承诺只要有预约一定打得到 依照民众来到医院要施打疫苗 依照标准SOP程序得先插入健保卡 确认有没有预约成功 护理人员仔细核对名册 确认民众预约成功 拿出同意书和疫苗接种卡 提供民众填写 但现在却传出南彰化地区 有民众没预约却在诊所施打 闯关成功 有网友抱怨公婆预约了 七月二十一号上午接种疫苗 却被医院通知疫苗打完了 都已经预约成功 却打不到疫苗 不只民众觉得夸张 彰化县卫生局也赶紧出面灭火 那我们先跟这位民众先致歉 那因为人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工作人员就先问说 你是不是预约的 那有预约就先打 然后事后才去核对名册 诊所当天上午预约施打疫苗 有三十二人 因为人数多 诊所人员手忙脚乱 没有依照流程查健保卡 确认造册清单 而是口头询问 造成民众没预约 却成功打到疫苗 只有口头看起来 还是会有一些完全不符合名册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照名册来比对 卫生局针对这间诊所 加强提醒一定要照名册比对 才能施打 以免造成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 华尔学来门 一切终于杨宗颖 彰化报道